如果買車要買好鋼水 那拍車就一定要拍好風水 先和你說一下鋼水 一棵粗壯的樹幹 由旁邊的山邊高位這樣跌下來 幸好波子鋼水夠 車頂只有輕微的粒陷 至於風水方面 如果拍個風水好位 就可以避免很多無謂的意外 今次的無妄之災就發生在星期六上午 沙基灣柴灣道耀玄花園大廈 附近山邊的一棵樹倒塌 壓粒了保時捷的車頂 幸好當時沒有人